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螺旋的效果 这个粘片呢 面状的部分已经是 铺完羊毛撒了皂液 但是没有粘化过表面 因为我们今天要 等一下来做那个表面连接嘛 然后准备了一条 这个长条形的一个羊毛 然后有一端的羊毛是 还没有粘化的 然后我们要把它连接成一个 就是连接上去 变成一个螺旋状 然后在你再连接上去之前 你就大概也可以先摆一下位置 就是说你大概的位置要在 怎么样的状态 要小心轻轻的放上去就好了 因为我们还没有确定要连接的位置嘛 然后你就小心的放上去 免得那个干的羊毛会 就是潮湿掉 那大概是 如果是要摆一个这样的螺旋状 大概位置在这边的话 那我就先把它移开好了 慢慢来 那在这个位置上呢 我就这边有一端是那个 还没有粘化的羊毛嘛 然后如果说你觉得它已经 然后你就把它压上去 那如果你觉得说 那刚刚在那个摆的时候 好像有点沾湿了怎么办 因为沾湿的话 这边就会比较沾化 它可能会黏不上去 那我就准备了这个 就是一点点 干的羊毛 让它稍微压上去 就是夹在一起 好这一端 这样子 已经先放上去 那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我就会慢慢的 这个有点 这个地方我就先把它压一压 稍微把它压一压 这样子的动作也可以 比较 比较有点沾化的效果 这个地方我就先把它压一压 那通常如果你这个作品是很大的话 你的指头就可以压上去 你就不需要辅助的工具了 那因为我这个饰片范围比较小 所以它大概就只能用指头这样子 ok 这样子 然后这个地方刚刚已经 反正就大概摆过位置 你就是 第一个端点它已经 放上去之后 那你相形之下 大概就可以比较 安心的继续把它 螺旋状的位置 那这个地方已经沾化了嘛 你就是摆在这个 沾化的空间的后面 那这个地方还没有沾化 这样子 小心的把它 位置放上去 大致上是这样 一个螺旋的一个空间位置 那放上去之后呢 你就开始这个地方 刚刚这个地方 干干的羊毛把它压一压 后面比较看不到 加点水 那尤其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它因为支撑力稍微不足 所以你可能 这样 这样子 ok 那我手有一点点太湿了 让我稍微插个手 那我会稍微强调一下这个地方 稍微再用一层干的羊毛把它 周围圆压上去 就是尤其是这个地方 它很容易倒下来 所以补一点羊毛 再把它压一压 让它就是中间那一层这样子夹住 尤其是这个尾巴 尤其是这个尾巴 尾巴这边很容易倒下去 支撑力稍微不足 最起头跟尾巴的支撑力 它会比较不足 所以我大概会再用一些羊毛去补强它 这样子的部分就稍微把它排上去了 然后接着就是要来沾画 就是这个连接端点的沾画 然后这个平面因为它也没有沾画过嘛 那中间的地方它就比较困难一点 所以就是尽量就是至少要保持一个这样子 一个指头的距离 或者是你可以用小工具去把它压一压 那如果你的作品很大的话 你就可以往部放进去啊 就是稍微把它压一压 因为我这个饰片的空间 稍微狭小 所以只能用指头进去 那等一下它沾缩之后 它距离会越来越小 所以这个螺旋的距离就会变得比较拉近 那我们等一下来看这个螺旋 它在就是沾画缩小之后的状态啰 好啦结论就是沾画缩小清洗之后的样子 大概是长这样有一个片状的螺旋状立体起来 那你也可以做一层一层的波浪状 那如果是直的它比较容易倒下来 你可以做弧状的波浪状 也许会比较让它片状的部分比较直挺 那这个就是螺旋的一个造型的一个介绍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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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